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Jack中医师 肝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他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器官 他每天不间断的辛苦的工作 很容易出现肝经上的堵塞 肝脏毒素不断累积的情况 如果你有下面一种或者几种的症状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你必须要看完 因为他可以真真正正的让你不用花一分钱 确实可以帮到你 你是不是常感觉到莫名的疲劳 即使晚上睡好觉了 你是不是发现自己的皮肤越来越差 颜色 越来越暗 发黄 你是不是 发现自己的头发 掉的越来越多 而且白头发也越来越多 你是不是 发现自己的眼睛视力大不如前 不断的 下降 而且 看东西 模糊不清 你是不是常觉得有 食欲不振 恶心 甚至反酸 厌食 而且逐渐消瘦 以上的症状 都指向了你的肝脏 已经 过劳 像是 他在 向你求救 我临床20多年 不断的总结简化 这三个动作 早晚做一次 组合起来 功效最强 可以 帮助挽救你 过劳的肝脏 让肝脏 重回18岁的状态 今天 我就手把手教你 保证 一学就会 收藏 起来 值得 反复观看 第一个动作 敲胆经 很多人都听说过 但是很多人都做错了 为什么 敲胆经这么重要 因为 肝胆 相表里 肝气不输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胆 胆汁的分泌异常 进一步加重了 肠胃的消化吸收 俗话说 胆经 全身堵 胆能输送阳气 到各个脏腑经络 使阳气 能够 维持 全身脏腑气血的正常运行 人的一天活动 需要阳气来支持 早上 敲胆经 有助于 生发阳气 提高代谢 所以 敲胆经 要早上 起来做 下面 我就手把手 教大家 如何来 正确 敲胆经 手握 空心拳 从 臀部外侧 沿 裤缝 中线 敲打到 脚踝的 外侧 有不少人 只敲到 膝盖外侧 这不够 相当于 只疏通了 一半 胆经 注意 着力点 在膝盖的 上半部分 是 小鱼记 外侧的 掌根部 在膝盖下段 到 足外怀之间 要换 指尖关节 因为 这样的力度 才会有 加强的效果 我们在 敲的时候 要用 肩关节 来带动 手腕发力 这样 才不会敲几下 就会 疲劳 同时 频率不要太快 确实接触到 皮肤 可以让力度 渗透 看看 是不是 很多人 都敲错了 第2个动作 推肝筋 要 晚上来做 因为 晚上 血都会回到肝脏 中医认为肝有 藏血的功能 这个时候做 效果 最佳 同时 很多人都做的不对 效果都会 大打折扣 肝筋 在 大腿内侧的中线上 肝筋 不能敲 只能推 因为 你只有在推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 他堵塞的地方 我们来看具体如何来操作 首先 我们要把腿弯曲打开 充分放松 用大拇指 从 上往下 一点点的 按压 如果一个拇指的力度不够 可叠加 另一个拇指发力 最酸痛的地方 就是 淤堵的地方 要多按压几次 像这样按完之后 换 掌趾关节 同一方向 从 大腿跟 推向 膝盖 左侧做完 可以换右侧再做 注意 推肝筋和 敲胆筋不同之处 推肝筋 只需要从大腿根部 做到 膝盖处 即可 很多人 做完的反馈 都是 当晚 睡得 特别香 敲胆筋 推肝筋的 效果 好不好 关键是要加上这第 第三个动作 揉地筋 这个揉地筋必须来 晚上 睡觉前来做 很多人都忽略了脚底的地筋 我们常说 天筋藏于木 地筋 饮于足 这里 平时很难 被锻炼到 而且 随着人年龄的不断增长 地筋会越来越硬 而且临床中 我们发现 脾气越暴躁的人 这里 地筋会越硬 换句话说 如果把这里暗软了 心情都会变得 好了 临床如果肝不好的人 我都会告诉他 一定要暗柔这里 长按这里 可以降肝火 补肝血 我们来看他的具体位置 他是在 太冲穴的 正对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脚趾掰起来 这条地筋 就 浮现出来了 按这里 我们要用 食指的 第二指节 最好 来用一点润滑油 来做顶推的动作 这个力度要往里走 这样才有效果 用润滑油 可以避免 损伤到 皮肤 我们可以像这样 由 拇指指尖的位置 推向脚跟的位置 千万不要急于求成 反复做 两到三周 地筋 就可以 慢慢的 变软 很多人 因为长期没有做过 推地筋的动作 所以这里会非常的酸痛 以上三个动作 如果组合起来做 我发现是临床效果 最好的 听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我Jack 是在认真的 踏实的 分享健康 请您点一个赞 因为这个赞 不仅是对我的鼓励 是可以让更多的人 看到这个视频 是可以将您的爱心 还有健康 来传递 我是Jack 踏踏实实分享健康 让我们在健康路上 不迷路